歡迎來到 吳董給你問 蔡委員債立問 那各位觀眾 還是可以踴躍的提出您的問題 您的問題我們還是會收集起來 盡量回答大家 好 我們不浪費時間 趕快進出第一題 蔡副秘書長您如何看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不分區名單 請比較一下高低強弱 我認為不是高低強弱的問題 我認為是戰略的優點跟缺點的部署 是否恰當的問題 因為不分區的名單重點不再是好壞 而是不能發揮戰略的功能 戰略的功能 是 那我判斷國民黨是戰略的方向 跟民進黨戰略方向是民眾黨是不一樣的 民眾黨希望鞏固他在年輕啊 都市精英的一個選票 所以在這方面裡面呢 他就以這個方向來進行提名 那這個方向的口味也比較適合 台北媒體人的一個興趣 所以他往這邊走 因為他想要爭取的是都會地區的選票 那我不可否認民眾黨在鄉村地區 就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國民黨的戰略剛好相反 剛開始國民黨有很多人批評說 國民黨派黑紛章啊 說難聽一點 吳東很清楚 我們國民黨那算什麼鳥派系 不過就是淪陷區長期淪陷區 我們在佐水溪以南長期沒有執政 所以我們的派系也幾乎 被那個什麼當地的一些反抗軍組織 比如民進黨會消落光了嘛 嘉義就是個例子嘛 所以我們為了維持當地的香火跟反抗軍的意志 我們必須要攤頭寶 所以我們必須把民俄分配給佐水溪以南的各縣市 所以你看得清楚我們每一個縣市配一個嘛 這戰略就底定了說一定要 那至於那個當地的人選好壞 有時候吳董雖然年紀比較大 他睡在家裡就睡那麼久了 你爺爺剛才來的比較年輕 我怎麼可能放棄吳董呢 那個士氣的考慮比那個年齡啊 外貌啦 學歷都還要重要 你有在感受抗路遊擊隊要經用圓桃嗎 沒有嘛對不對 圓桃漂亮的好看的沒有嘛 一定說啊 皮癢癢啊 打拚一死人的 那應該實在嘛 世氣也維護得住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年改齁 是真的國民黨齁 要跟軍公教人員說道歉 因為讓蔡英文能夠 拿刀子砍軍公教人員 造成那麼大的副作用跟效果的時候 其實點是馬英九的年終退休 也讓2014 2016年國民黨大敗 所以這個時候特別的尊重 軍界退休人員跟警界退休人員 跟公務員退休人員 老師退休人員 來做一個什麼徵詢 看哪些人能夠代表 我們是有一個撫慰過去歷史困難 歷史錯誤的一個功能 需要去滿足 像以前我們也沒有提警察對不對 這次特別提警察 曾明中本身是公務員 所以軍公教我們通常都是做一個平衡 是對一個時代一個結合 下一屆大概不會有這種情形 這一屆一定要安撫 穩住這些人的一個基本情緒 他們對國民黨有很多抱怨啊 對不對 你國民黨叫我們捍衛中華民國 就你自己什麼呀 拿刀砍自己人啊 所以這個歷史要做一個傑青 給他一個小 那所以提名叶玉蘭啊吳思法 吳思法因為他個人政治的一個敏感度 不夠高嘛 所以比如說最近有很多人 媒體動不動都幫 邱毅是紅筒 蔡政委員應該紅筒 可是查了蔡政委員時候的發言紀錄 行為裡面找不到任何紅筒的證據 所以他們才發現說 原來蔡政委員立場是 堅決反對台獨但絕不支持統一 他們才發現說我這個特色 但是我可以跟這些人交朋友 我跟民進黨朋友很好啊 對不對 我打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民進黨有個大咖 新潮流你最通文新潮流的大佬 叫吳乃仁 叫洪其昌 因為台唐案被判刑 而且判刑確定 一個被判三年多 一個被判兩年多 就那天剛好司法委員會開始開議 有一個人上台去把這個判決 從頭罵到尾 罵得那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簡直是湊頭 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判 法院的判決是不是真的有問題了 因為他完全答不出來啊 他只能講說 哎呀 以前判決確定的東西 我們不方便做評論 你是不應檢討 判決確定就可以批評 就可以檢討嘛 對不對 是 未判我還可以講說尊重法律 你判我就要挑戰你嘛 是 結果那個上級痛罵他好久 那個人叫蔡政委 國民黨籍的 結果底下那個柯建明啊 還有那個潘孟安啊 他在那裡說 哎 你是哪一檔 怎麼會替我們人家怎麼講話 我說我不是 我對司法品質 我期待台灣的司法品質往上升 我認為這個判那個吳乃仁跟判洪啟昌 那個法理的扭曲歪曲八糟 那個判只有你們法官會吃得下去 我們一般老百姓 何況我這麼哭死呢 會唸過法學博士 只是沒有畢業而已 對不對 好 我來看一下今天的下一題 來 董事長 最近柯主席提到 看不過提倡台獨的人都住國外 這個會影響民進黨的好感度跟投票率嗎 還是會被掩蓋掉 這個問題我看到那個 蔡英文總統的回應啊 說當時有個歷史的關係 所以有些小孩回不來 對 我覺得他是回答的那個跟 時空有個很大的落差 比如說那個顧寬敏先生 他的小孩 在日本的那個羅木拉 羅木拉叫什麼 野村證券 野村證券當高級的經濟分析師 那已經早就規劃日本人了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有很多不是的 很多就是說你在海外的時候 像年齡比較輕的 其實很多是可以回台灣的 那很多可以回台灣 所以那至於說柯P是講哪一個人 我不知道啦 但是 好像在講王憲吉 今天有被媒體挖出來 王憲吉他兒子在美國 在紐西蘭 在紐西蘭 他不是民進黨嗎 他是民進黨嗎 他台灣國耶 他台灣國 民進黨裡面有啦 他也有 不是都有啦 都有啦 這就是說柯P去統這個東西 我認為那是窮極無聊啦 因為那個 你剛才沒有 就沒有新聞在報啊 沒有 柯P現在只剩下一個舞台 我在六個月前告訴他說 你會不會邊緣化 你要小心 那你要邊緣化來臨呢 那前一段時間 你要做什麼樣的 這個不被邊緣化的準備工作 那個就叫有國家戰略的地位 就柯P沒有做這個準備工作嘛 所以就變成每天在烤肉架前面 做一些叫做碎片式發言 那個碎片式發言呢 就變成把他的那個 柯P的那個A咖的級別 降到B咖了 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他剛剛提到的 你前面一題提到的 民眾黨的不分區的那個提名人 那個提名的方式 也是一個很荒謬的方式 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黨的品牌 跟這個不分區立委的個人的品質 跟知名度 這兩件事情呢 孰眾孰青啊 我認為黨的品牌比較重要 是 黨佔七成 因為我們很多的不分區 被人拿出來的時候 他不認識嘛 對 像您剛剛介紹那位 要不是吳施懷被你們打紅了 吳施懷當然 吳施懷反而應該少上媒體了 但是你現在剛剛講那個 那麼優秀的吳光遜的那個 吳光遜他爸爸 他女兒 他爸爸跟我好朋友啊 我們都是那個年代的好友嘛 但吳光遜的品質不怎麼樣嘛 對不對 做做股票大概滿好的 看女兒那麼優秀 我不方便 他那個女兒那麼優秀我嚇一跳 我今天也知道女兒那麼優秀 英國帝國理工學你聽過吧 我當然聽過啊 統計學博士不好念你知道吧 可是他現在是哪一個 你說哪一個投資銀行 Golman Sachs Golman Sachs的副總裁 這個很厲害啊 他就是派提出後遜 可是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要講什麼意思呢 用七成的因素 是國民黨或政黨的品牌影響力 三成是個人影響力 如果如果我這個三七比是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民眾黨的提名的策略上 是有重大瑕疵的 你懂我意思沒有 因為你這個三成的部分呢 是很微薄的 你要把那個七成要補強嘛 結果他提了一個第七名是星光公主嘛 那個星光公主的專業是長照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是 因為什麼 因為剛剛蔡委員提到嘛 民眾黨是一個都會黨 是 是一個年輕人為主的都會黨 對 如果年輕人為主的都會黨 當然常照的父母親 可以照顧到小孩的 減輕小孩的負擔 這個是間接的利益啦 但是他應該更直接的 找到星光的公主 來幫助年輕人的創業 或者年輕人的更提升生活品質的 或就業機會的東西 是不是更直接一點 結果我覺得他的專業 跟民眾黨的訴求 民眾黨當然我 最大的問題是 我不知道民眾黨的訴求是什麼 這個是 他的主張我搞不太清楚 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那個太簡單了 兩岸一家親就變成 藍綠一 藍綠 藍綠對決就沒有了嘛 那個中間路線就不見了嘛 所以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因為你的原則性的問題 因為你的戰略性的問題 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就回到戰術型的這個爭鬥的話 或甚至於說是技術性的爭鬥的話 也很難去突破那個大黨的封鎖線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 目前這一次的民眾黨 這個在最後的一個禮拜裡面 會產生極大的變化 好的 我同意補充一下 民眾黨的提名 我覺得大體上還好 但他出現了破口 因為他的以前在批評連勝文的時候說 你們家是權貴那一集的 可是他這一次提名了 有很強烈的財團代理人的色彩 所以產生破口 不管是代表新光集團 或代表紅海集團 我不認為都市的一個年輕選民 會全體買單 他必須面對這個風險 不過他這個郭台銘那一位代表 本身很優秀 現在重點就是 他MIT的博士 不是 我寫進來聽 那個連勝文也是 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博士 可是他被批評的不是他的學歷 被嫉妒的是他的家的階級 那你現在有兩個這種階級的代理人 這個就是柯P在處理這個人事方面 跟他過去這八年 六七年來的執政裡面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發現台大教授 其實是喜歡跟資本主義 跟資本階級往來 他只是一個台大教授 台大教授 你問柯文哲 他是你的好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發現台大教授 雖然他們會有做什麼 什麼波西里 什麼什麼誓言 一聲四十要幫助弱小 但是我發覺台大教授的傾向性 比較傾向於跟 比較富翁的階級往來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因為這是台大教授獨有的一個現象 因為柯文哲 從現在 在我擔任國民黨副民黨開始 遵受指示 柯文哲是我們有黨 我不能隨便批評 好 我們今天的討論 就在西波克拉提斯的誓言之中結束 大家應該很難想像 好 以上是今天的這個 武董談大選 那非常謝謝兩位主角人 也非常謝謝這個 線上所有的觀眾的參與 非常謝謝大家 那下個禮拜四的晚上九點鐘 還是有武董談大選 請大家同一時間再回來 謝謝大家 請 sizing 搭訕 非常 prior 吉利 旁